Hello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格仔 Santhiro郭政彤 大眼 今天我們就要說美國將會進入一個最悲慘的2022年 在昨天美國破了他們有史以來中招的身高達到七位數字 但是與此同時 美國那邊又出了一份報告想轉移視線 就說到我們中國在面對病情的時候都不是那麼成功 就稱呼為中國清零 其實是絕對失敗 還會影響全世界的經濟 不過我們中國的一句回應 就令到這份所謂的報告 和轉移視線的目的 令到美國徹底失敗 究竟這份所謂的報告還說了什麼 美國想怎樣遮掘呢 我們稍後回來看看 接著就是 前支聯會的副主席周恆彤 就在昨天在庭上 裁定了他煽惑他人的罪行 是罪行的 就判囚了十五個月 而當他在庭上 選擇到自己來講求情詞的時候 不但毫無悔改之心 還明言自己一定會搞下去 這些天路人怨的說話 想不到在庭上 竟然有旁聽的人為他鼓起掌聲來 最後 裁判官陳惠敏 還要生氣 要記下那三個人的資料 因為他們的行為 有可能就乾犯了藐視法庭 那究竟事情是怎樣呢 我們稍後一起回來看看 之後這宗生物 就跟我們香港的民生 有莫大的關係 還有不夠一個月的時間 就會是農曆新年 大家在新年期間 喜喜揚揚地去拜年的時候 都有可能會坐的士 但是接下來的這個新年 各位市民出去拜年 可能就要選擇其他交通工具 因為據這個全香港 最大的的士保險公司 泰家保險 最近就開始拒絕接收 新的士保單 而的士業那邊表示 泰家這樣做 就有可能會令到 全香港的三分之一的的士 都因為沒有保險 而不可以上路 為什麼事情會變成這樣呢 還有就是 看看有什麼辦法 可以優化到的士行業 我們新潮民稍後就回來跟大家說一下 再之後就是 昨天特首林鄭月娥 出席這個行政會議的時候 就表示到 接下來在2月24日 將會進一步擴大打苗的氣泡 也就是說 如果不打苗的話 全港將會有 21類的場所 到了2月24日之後 將會沒得出入 而說時辭那時快 當新草司公佈了之後 香港昨晚就出現了第一宗 本地源頭不知道事件 而我們政府 現在才推出這些 有如臨急抱佛他的新措施 究竟對我們現在的新挑戰 有沒有效呢 稍後我就跟大家 一一地討論一下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現在為大家報導 就是有一個叫做歐亞集團 他是一個風險諮詢公司 他每一年都會出一些報告 來評估這個世界的風險 未來2022年 今年未來一年 這個世界所遇到的十大風險 這個報告就會有提到 而這個報告 劈頭說 這個世界最大的風險 就說什麼 大家猜不猜到 說我們中國的清零 面對病情的政策 就會變成全球最大的風險 為什麼呢 說我們清零一定失敗 說我們清零過分嚴格 甚至會造成更大的病情爆發 然後會造成這個連鎖反應 中國一路不行 一經濟停頓的時候 連株爆發令到全世界供應鏈都斷裂 然後造成世界大危機 這樣說 這些報告 又是以美國為首的所謂分析機構 來搞出來 若然大家不明白的話 這些就是一些危言聳聽的報告 其實印度也有 不過印度的演繹方式 就是以印度神童來出這些報告 對呀格仔你說得沒錯 這個報告 裡面所謂的十大危機 有很多一部分 都是說 幫美國互短 美國的藥行 那些錯處互短 美國有些陰謀在掩飾 那我就會把它分開兩個類別來講 互短和掩藏陰謀 就是講假消息那些 假分析那些 我就會先講為大家介紹 然後有些 比較中肯 和大家有所參詳 是有聆聽價值 是按事實而說的 就會分為之後的一半 因為這個報告有很多不同的風險 我先為大家讀 這十大風險是什麼 第一就是 我們中國的清零政策會失敗 導致全球大危機 這些荒唐的事 第二就是 中美之間 不會有變成一個新的冷戰局面 說中國和美國 都不會想打冷戰 然後還說 中國 是不敢攻台 原因是因為美國和台灣 一直好守國際規矩 所以這些 就是美國的戶短和掩藏陰謀的新聞 之後有些新聞是值得大家一看的 我就現在開始再讀下去 未來2022年世界會面對的很大的風險 就是 科技企業隨時比政府兇惡 變成了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兩大鬥爭 媒體大台越來越控制不到資訊 被社交平台來取締 拜登特朗普的大戰 令美國兩黨結下深仇大恨 未來美國的中期大選和2024年特朗普捲土重來 絕對會造成美國嚴重的 列開危機 報告也說到 俄羅斯 極有可能 真的會動烏克蘭 就算美國怎麼制裁他 他也沒有怕 而最後 新潮民為大家說的 就是 全世界跨國公司 跨國大企業品牌 必須要注意現在賣產品賣服務不行 還要注意什麼叫意識形態 因為這個世界主導人的消費行為 已經需要注意多點時事 留意人的意識形態 否則隨時萬劫不復 新潮民會跟大家解說的新聞 的危機 就到這裡 另外還有一些零碎危機 我們之後也會跟大家結束一下 現在開始說 第一個全球大危機 就是歐亞集團所說 全球最大的危機就是中國的清零政策 注定會失敗 他為了真而重之 全球第一大危機 直接連歐亞集團的總裁 都要出來 加以解說 這個總裁名叫 伊恩布雷馬 他就在Bloomberg進行訪問 亦都加以解釋 全球他眼中的第一大危機 Bloomberg是一個什麼新聞媒體 Bloomberg的新聞媒體 就曾經做了一個統計 說這個世界那麼多個國家 哪個國家 可以在這個病情影響之下 最快復甦經濟 以及back to normal Bloomberg的統計 就說一定是美國 大家知道Bloomberg的可信性有多高 好了這個總裁的解說就是現在這個世界剛剛踏入 2022年的1月 剛剛出閘第一個星期 全球爆了史無前例那麼多個案子 就是1000萬個案子 絕對不關我們事 這1000萬個案子 大部分是西方世界的 先說明 那這位總裁就說 他只是說 他說西方的苗 做得非常好 東方就是我們的苗 做得不好 抗病能力差 然後他又說 西方 已經完全掌握了對肆虐全球的肺病 的高級治療方法 就可以大大減輕了別人住醫院 以及離去率 然後就說我們東方沒有這些技術 他還說雖然出閘第一個星期 大個案子爆到瘋了 但是相信幾個星期之後 西方世界情況就會轉好 但是中國就不行 因為清零 清零的時候就導致 很多人沒有這個自然抗原 因為沒有跟這個病 搏鬥的經驗 也沒有他們的醫療系統 經常應付這麼多個案子的經驗 所以會大崩盤 完全把這個世界的現實 調轉來說都可以 不過說到這裡 我們不需要放長雙眼看 因為他在說幾個星期內轉好 那就對了 既然美國 第一個星期出閘 病情爆到瘋了的時候 我們儘管 看多幾個星期 幾個星期就自有分曉了 到底這個病 在美國是不是肆虐得越來越嚴重 而我們中國是不是控不住 幾個星期內 就會有結果 這個總裁 就大肆批評我們的清零政策 是不合科學的 是不可能做得到 是無稽的 反而就會造成更加大的爆發 然後在這個清零政策下 東西就要封鎖所有成國 所以導致經濟停擺 加上我們的習主席 他說習主席很要面 是怎麼都不會退讓的 所以就會令到民不聊生 怨聲在道 然後 我們中國的人民就會出來 搞動亂 你講來講去 像是你西方人的行為多些 不如為大家報一下現在美國的病情 美國現在 剛剛創新的紀錄 單日 有104萬個個案 即是說現在 的號碼推到每100個美國人 就有一個人中招了 大家之前 兩天前新潮民才報導過 美國創了 一天50萬個個案 想不到兩天 再創新高 那時候還在爭論 會不會回到去年年底 即是2020年年底 2021年年頭的最高點 那時候就是一個星期 有176萬個個案 現在不用了 一天已經有100萬個個案 而美國 過去28天總計 有600萬個個案 佔了全球25% 四分之一 而也中了我們新潮民的批言 就是過了聖誕和新年之後 其實有很多所謂的教證回歸 就在這個星期補回 現在美國的醫療系統嚴重負康 有很多州份 都不得不做一些 對他們來說 非常嚴厲的措施 即是什麼 叫人家戴罩 還有出入學校 要有自己身上有沒有病的證明 我這樣就叫很嚴厲的措施 不過 告訴你們這些白人 你們帶罩 帶到歪齡 這裏露個嘴角出來 那裏露個鼻出來 不如不要帶 不一樣照善 另外 香港搞這隻健康apps 都這麼多人偷偷搏 在這裡玩東西 你美國說出事什麼 自己有沒有病的證明的時候 到時有沒有人真的執法 有沒有人真的乖乖地查 來往的學生 都成問題 你們白人不聽話 只會有過之言無不及 就以美國的最高權威地點 國會山莊來計算 當中有13%的員工已經中招了 中招了員工 10個裡面 有6個是O級變營 4個是DELL級變營 那麼你美國在這樣的情況下 會不會在幾個星期之後 因為 全部人都有 天然抗原 然後情況好轉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很肯定的就是 我們中國的清零政策 就不是你所說的那樣 我們那些叫動態清零 沒錯 這份報告 連我們中國的主要策略都沒有搞清楚 就來老屈了 動態清零的意思 就是整個綜合的 意思就是 除了要盡量預防 來自外國的案件之外 若然這麼不幸 真的在外地那邊 傳入了一些案件過來的時間 第一就是要主動發現 究竟那個源頭是什麼 這點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但是第二 萬一發現了這些源頭的時間 就會採取大量的干預措施 包括 怎樣分隔人 分隔的程度要去到哪裡 以及採取大規模的檢測 有時 還是整個城市去做 而且隔開的時間 亦都有規定 這些畫面我相信大家看新聞 尤其是當在內地 爆發了一些病情的時間 都應該會看得到 說到這一點 連我們香港也做不到 你叫香港做個全民檢測 就一定行不通 因為那些黃人一定會玩東西 政府又軟弱 第三 就在舊治方面 萬一這些中招者被發現的時間 就不會像美國那樣 讓你自己回家搞定 我們中國就是會運用到 中西醫的結合方式 除了分隔了這些病人 本身的病情之外 也會盡量將他們救回 所以這份報告所說的清零政策 其實只是一個耳片概全的說法 就想將我們國家 對於病情 所使用到的策略低能化 去說 再加上我們國家 現在就不是說 要完全將這病 來消除 因為這種病 基本上是消除不了 而只不過 在開放和外地 完全接觸的時間之前 就要令到 我們全國的國民 等中了招之後都能夠沒事 不過以現時的科技來說 即使打了苗 都還未做得到這個效果 接下來就會有一些新研發苗 以及一些特效藥品 等於這些東西順利研發 全國的國民 都使用了的時間 真真正正 能夠做到 中了招 都等於中感冒一樣的時間 才會跟外地通關 這些就是我們中國的策略 就不是你所說到這樣的 你猜我們中國傻的嗎 真的會永遠封住自己 玩傻角 不要在那裏作大 我們中國就愛民如子 就不像這些西方國家 為什麼你們都要說 什麼與這個病共存 然後要全部人有天然抗原 其實就是你們故意 要他們亂來 來到達致你們 清感一點 低端人口的這個政策 因為你們美國 就因為 經常打著什麼自由 民主平權 放任主義 就製造了大量的低端人口 低端移民 他們在你的美國國土裡面 就只會吃福利 但是你們美國 就沒有工業 如果你們踢他們去做工業的話 成本也太高 因為他們的身價不便宜 就是你們美國的放任主義造成 所以你們美國 就特意打正其好與與病共存 你們美國為什麼 全世界最高個案子也是你們 就是你們想清感低端人口 而你們接下來 打的主意是什麼地方 就是一個 有源源不絕的低端人口國家 而這群人 可以要多便宜 還要是一輩子沒有出頭天 任你們去沒有 這個就是印度 所以印度就是你們下一個落手的目標 你們將會在那裡 大搞你們的工業 任意操弄 印度的低總性可憐人口 所以在西方國家的心裏 其實為什麼要搞和這個病共存的策略呢 原因我們剛才也說了 就是想清感一點 尤其是沒有交稅 只會吃福利的那群 因此大家就要看到 我們中國和西方世界 面對這個病情 所走到兩個不同的策略背後的最重要原因 在本質上都已經有大大的分別 有時候我們香港 就最喜歡學西方世界的那套價值 尤其是以前殖民地年代 就影響很深 所以政府的團隊裡面 都有很多 稱不了這種思想的人 他們在面對病情的策略方面 就左搖右擺 經常覺得西方那套應該是最值得參考的 但是你連背後人在玩什麼都不知道 就去盲目跟從 我們新潮民早就說 香港應該要學習中國那套 的防病策略 原因就是這個原因 另外一點就是 這個總裁是要強調因為我們中國的緊鎖政策 導致我們的供應鏈斷裂 因為經濟停頓 他就先舉一個行業 說這個行業就是這個航運行業 說這個航運行業 因為這個緊鎖政策導致 人員原材料和設備都嚴重短缺 所以中小企就生存不了 因為他們也支付不了 雜運裝箱這些過程 莫說去預訂船 那這件事我就要立即出來討論 剛剛兩個月前 你們美國才有專家和時評講到 找你們美國的港口碼頭和我們的天津 人工智能碼頭 來做對比 我們那些雜運和裝商已經全部電腦化自動化了 你們那些碼頭 個個這整年還在遊年頭 玩工潮玩到現在年尾 不是不是年尾 現在已經第二年了 快玩足一年了 所以我們的內循環和我們物流 不知做得多好 你們美國是不會有順風這些好東西的 你們美國 只有船風 那些船風是最有效率的 一卷卷走你們幾個州 另外他說到就是因為我們中國的零容忍政策 我們的緊鎖政策 所以導致社會上 很多磨擦 很多矛盾 不好意思 我們是黃種人不是你的白人 我們不會有理無理出來街上動亂 還有他說 有很多對經濟發展和改革的目標都因而停頓了 所以導致我們不進則退 而在管控經濟下滑的時候 就要管控金融風險 導致我們的經濟和金融脆弱不堪 然後他還說西方越是好言相勸 我們中國就越是大力反抗 因為我們現在很要面子 然後還說我們中國有大量的老年人 和嚴重的財富不均 所以我們經濟 接下來一定會這樣說 財富不均這件事我要先說 你當然沒有看我們最新的無窮之路 就是說我們中國 如何扶貧攻堅 如何一線城市 帶起二三線城市 剛剛你們美國的專家 甚至歐盟的專家都說到 我們中國能夠在二十年間 創造一個實實在在的中產階級 使得十億人脫貧 這件事是西方歷史亡塵莫及的 而說到我們現在的防病策略會影響經濟 你們不用擔心了 西方世界 這麼好走來關心我們 教我們怎麼做 當然要提防 我們現在中國 雖然就比在病情之前 那個經濟增長 是慢了下來 不過對比你們西方世界的經濟增長 不要說有增長 直接退步 我們中國 都持續增長 而且 各行各業都有正向增長 因此你們說到 自己現在和病共存 就是對經濟好的 但是從數據來看又不是 現在很多你們這些所謂和病情共存的國家 又或者搞不定病情的國家 很多訂單和生意 都不知道為什麼跑來我們中國 你怎麼解釋呢 還是想我們中國陪你打開門口 一起招病進來 讓生意回到你 而要說這些話 這份報告 第一輪的老作危機 美國就說完了 美國很喜歡作危機 因為危機就帶來他們的金融利益 有機會我們可以再跟大家慢慢說 什麼叫危機致富 美國的一貫手段 第二輪美國覺得最大的危機 就是兩件很搞笑的東西 就是說 我們中國 是怎樣都不敢打台灣 還有他還說 美國一向都奉行一中好守規矩 台灣也好守規矩 沒有說要自立 所以 中國沒有理由 如果台灣省這樣說 另外就是 中美之間 將會很專心搞自己的內政 在未來2022年 不會有新的冷戰局面 說了中國敢不敢打台灣 他說的原因就是 美國一直都奉行一中 是的 他們的一中就是 沒有台灣省 沒有新疆 甚至最好沒有香港 就是他們美國最想看到的一中 這件事在過去 2021年的新聞大家都看到 另外 台灣省 美國人說他不敢自立 因為美國沒有批准他自立 是的 美國沒有批准他搞自立 但是台灣省自己也在搞小動作 越搞越過火的行為 就是想逼美國大佬出手 你以為你控制他 他玩回你 根本就是國懷鬼胎 台灣省那些頑固的 台字立分子說了多少次 台灣省自己一個國家 沒有踩我們中國的紅線 根本已經踩到盡 是我們中國不喜歡動操 至於他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中國不敢打台灣的原因 說中國如果打台灣的話 會嘗到軍事的失敗恥辱 就是說我們中國會打輸 不只怕打輸 還怕了 來著全世界的經濟制裁 還有外交孤立 經濟制裁外交孤立 我們中國過去一年已經證明 我們害怕都沒有害怕 我們照去 軍事失敗恥辱 等格仔來講 其實這份報告很棒 因為從現在俄羅斯 在烏克蘭邊境扎馬來看 美國 就很有可能 不會參與任何的 軍事行動 也就是證明了 萬一有一個大國出手的話 美國是會縮沙的 美國只是敢對付一些 中型國家以下的軍事力量 所以他就出訂這份報告說 中國一出手 是輸定的 美國一定會幫忙 其實全部都是在說反話 他都不知道多不希望你真的動手 萬一動手上來 三天內搞念了台灣省 美國怎麼辦 對於美軍來說很大的恥辱 從頭到尾都沒有幫過手 之餘 還要被中國解放軍那麼快搞念了台灣省 對於他們美軍 這個所謂的世界警察 全球霸權的軍事手段來說 是很大的信心動搖 所以這份報告也有提到 俄羅斯集結了大軍 在烏克蘭邊疆 就覺得 動烏克蘭是自在必行 而就算面對美國甚至全世界制裁 普京都不會讓步 若然 普京真的動了烏克蘭回來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好的例子 普京就就彷彿 好像對著我們中國說 不用怕他 就趁他 不用給他面子 我試一次給你看 你跟著我來 這樣 到時就完全試得出 美國是怎樣得把聲 沒有了 另外一點就是 美中一定不會打這個新冷戰 就讓我來為大家作答 美國 就一定 傾狼盡出 用情報的攻勢 來打我們中國 他也開了這個 中國的專門小組 在他對外的這個 情報滲透組織 這個忠情A局裏面 讓所有 招募人才 和對華的攻勢 可以更加有效 和直接 以及也告訴全世界 為什麼情報工作 要供諸於世 就是告訴全世界人 所有 想反中的人 都可以敲他們的門 所有有料的人 都可以無遂自戰 他們想拆動全世界 尤其是 這些黃種人面孔 和懂得說 中文的人 一起去反華 這個世界會不會再有 當年的冷戰 這樣的局勢就不知道 但是情報戰一定越打越激烈 絕對不讓當年 美俄的冷戰 是溫和的 好了那這些歐亞集團 為美國護短 掩藏陰謀 甚至大風向的 國內風險評估 就為大家說了 現在說一些 值得一聽 都很符合現實的 告訴大家 接下來這個世界 會面對一個很大的危機 就是 科技的企業 隨時惡過 國家的政府 而這件事是真的 這個世界將會面對一個 很強的 虛擬世界 和現實世界的鬥爭 而兩者其實是相負相承 而目前 虛擬世界和科技巨企 是當中的很多灰色地帶 是政府想怎樣監管 都難以監管 這個問題 不只是中國有 美國也有 但是 他說這個危機 說美國沒有解決方法的時候 其實也有多少是為美國包底 因為美國有一個很直接的方法 就是無論任何虛擬世界 任何科技的東西 多麼是死物也好 始終有人去操作 有人去做老闆 這個美國的聯邦錦衣衛 就是一個專責的部門 派出他們的 暗小組 直接找這個人出來 找一顆炮指著他的頭 然後讓他把所有資料都交出來和配合 如果不配合的話 立即凍結他公司上上下下的戶口 資金流斷裂 再不是 就是這些科技巨企 有大量的大數據和資料 大數據和資料任何一個人 千千萬萬的人裡面有任何一個 有犯法的行為 全部都入了你的數 所以你無法不配合 這個就是美國 非常有效率 去怎樣把科技巨企 立為幾用的策略 當然他們也會恩威並施 你肯配合的時候 美國也會傾國之力 來幫你發展 另外一個危機 就是他們美國覺得 現在他們帶風向 以及搞文宣戰 已經越來越難 為什麼 以前大台是掌控新聞媒體 新聞媒體說什麼 人就信什麼 但是現在有自媒體 有社交平台 有自己自發 信息出來 令到他們的掌控越來越差 所以他們 表面上這個報告就說 現在假信息越來越多 令到人民對民主失去信心 這些是包底說話 其實就是他們越來越難以控制風向 越來越被自媒體影響 而文宣戰 就是 海陸空三軍 常規戰以外的非常規戰 大家看到香港發生的顏色動亂 這些叫做非常規戰 裡面第一環最需要的兵家必爭之地 就是文宣戰 西方媒體一定偏頗報導 但是時至今時今日 很多自媒體都在網上 鋪出西方媒體故意不報導的那些片段 另外歐亞集團又說到美國面對一個很大的危機 就是 2020年 拜登和特朗普的大戰 導致兩黨結下這個深仇大恨 這個千古遠仇 就會接下來 在美國的中期大選 和2024年 特朗普捲土重來 會一觸即發 到時會加深了 人 上街抗議 社會動亂 甚至國內的客人主義 會以幾何級數地上升 美國面臨非常嚴重的 裂開危機 新潮民之前也經常報導 美國在一個很嚴重的分歧 無論政見 意識形態 種族之間 社會的貧富之間 各行各業各界別 太多要裂開的現象 其實只要美國一有動亂的苗頭的時候 任何這個世界一國的大佬 只要輕輕在裡面 推波助瀾的時候 真是不難令到美國完全裂開的 新潮民旨痛心 為什麼沒有一個國家 肯做這些事 還是做我們不知道 我們也拭目以待 另外一部分的危機 歐亞集團就以非常曲線的 方法來踩低全世界各國 不只是踩我們中國 反而捧我們中國 這個危機就是說 因為病情的原因導致 接下來各國都要搞好自己的內政 所以中美都會自己搞好自己的內政 而選擇不再搞一些大規模的衝突 他就說 美國要搞自己的內政 中國 尤其是我們的習主席 也要在20次 黨代表大會裡面 爭取他第三任的任期 所以他也會面對很多不同的挑戰 在外交層面上 就不會做一些冒險的事 表面上 是一個很平和的 兩邊國家自己的內政的分析 但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中美之間的鬥爭 只會越演越激烈 美國是不會搞自己的內政 美國 是會踩低中國 來抬高自己 美國是從來不會搞好自己的內政 他千方百計 怎麼都不會讓中國 來過自己的頭 但是 這段危機就說到現在 世界兩大大國 就是中國和美國 他形容這個世界 次一等的國家 就是 日本 英國 和歐盟的各國 然後還說 這個世界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不會有G7 G20這些東西 就只會有G0 就是因為美國要專心搞自己的內政的時候 世界領導之位就懸空了 就變成了中美之間之爭 有煲有貶 就就是說 世界領導者就是中美之爭 是包掌我們中國的 因為美國從來 是不想視中國為這個對等的敵人 貶 其實是貶了全世界 因為 美國今時今日他完全看得到 當美國失勢的時候 世界開始不聽他的意思 歐盟國家又想搞什麼戰略自主的時候 美國其實非常生氣 日本 表面上是美國的狗 但是其實 其實暗地裡的陰謀 都是在直伏 尤其是 他們作為戰敗國 他們不可以有自己的軍備的時候 他們都想盡辦法 來擺脫這個制爪 他想說的就是 美國一直都是G7和G20的大佬 而當 其他弟弟不聽 美國話的時候 這些G7和G20 都不應該存在這個意思 就是信我自己的槍 但是這段危機他的分析就苦了一些小國 他說除了他剛才提過的國家之外 其他國家都是小國 他說 當中美兩個大佬 要顧著自己的內政的時候 很多東西就會立為自己 就不會顧及小國的時候 小國的經濟就會嚴重受創 不好意思 告訴你 我們中國就不會視一些比較小的國家 視他們為小國 我們都會和他們一起發展 在你們美國眼中的小國 例如說東盟十國 好好地增大雙眼來看看我們中國怎麼帶動 從老窩、緬甸 甚至到印尼這些國家一起去發展 以我們的新的亞太RCEP 貿易計劃 以及我們的一帶一路 是你們美國才一天到刻 想令到人家的國家永世沒得出頭 永世幫你美國打工而已 最後新潮民想和大家分享的危機就是 這個報告提到 任何跨國公司企業品牌都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任何產品和服務 現在都要留意多些時事 因為人的購買行為已經嚴重地被文化、政見和信仰影響 這些隨時會變成你們公司的陷阱 稍一不慎 令到你們公司一落千丈 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香港也有很多黃藍政見問題 導致經濟圈問題 全部都分了顏色 任何一家公司試圖在裏面搞一些政治行為的時候 例如說維他集團 是不是令到他們公司一落千丈 而這個現象不僅是香港人 其實全世界越演越激烈 所以一定要注意產業意識形態 有些電視台在我們香港 已經成為了黃人的大本營 全部人都在他們那裡下廣告 甚至有些商家為了食本地市場 不得不也要扮黃 扮扮下就會當真了 而有些本來 是大台的媒體 卻因為 想兩邊都不得罪的時候 結果都流失了 所有他的廣告客戶 想去親內地的時候 他又本身不是內地電視台 兩頭不到岸 所以在我們正常人陣營裡面 要成立一個屬於正常人的媒體 大台 讓我們正常人和和中國 關係比較親密的 任何產業 產品服務 都可以有他們 可以下廣告 和宣揚的這個平台 還有 讓大家正常人 我們的觀眾 的識別 哪些是自己人的產品 和自己人的服務 而我們新潮民未來一年 將會在這個方向裡面 不斷地努力 務求將新潮民 變成一個 圓圓整整的 多種不同節目裡面的 媒體平台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刨一刨這個 什麼歐亞集團的報告 裡面 大家可以調查到一些 不同的中美之間的 角力關係 和美國的 戶短 陰謀論 這些東西在裡面 裡面也有提到很多 危機 例如說 伊朗的核危機 土耳其的貨幣 嚴重地一民不值 然後他們的物價 嚴重地暴漲 這些危機 還有氣候問題 各國就說想要綠色能源 但是其實新舊能源 未能交替 未能成功取代 這些問題 都在裡面有提到的 最重要的那一點就是 究竟我們中國 未來這次面對歐國變形 能否再勝一仗 再一次證明給全世界看 我們中國的抗病 才是手屈一指 以及美國的病情 將會爆到有多嚴重呢 會不會一天 去到二百萬單那麼嚴重呢 我們這個月拭目以待 謝謝各位 早前已經有留言傳出 政府會在這個農曆新年的前途 將會推出這個打苗氣泡 而昨天特首林鄭月娥 在出席這個行政會議的時候表示 為了香港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 和盡快通關 現時又需要實施 更加嚴厲的打苗措施 也隨即宣布 在未來的2月24日 進一步擴大這個打苗氣泡 在新規定下 將會有21種場所 市民最少要打到一場 才可以進入 而往後只會有兩類人 可以得到這個豁免 分別是12歲以下的人士 又或者有這個醫生證明 而這21類的場所 就像我頭上的這幅圖一樣顯示了出來 而這類的場所 除了有大家熟悉的 食線、按摩店、游泳池或健身室之外 身家的也有學校、圖書館 又或者是酒店和賓館 除此之外 林鄭在出席這個行政會議前也表示 香港在出現這個O營病之後 已經影響到和內地的通關 相信要過多一段時間 才可以恢復繼續討論這個通關事宜 換言之 已經間接宣佈到 在農曆新年通關已經是無望了 而對於搞到今時今日 都歸咎於林鄭她一意孤行 放生機組人員這個行為 她昨天公開講話的時候 就再一次在射搏了 林鄭首先就把今時今日的病情 拉到歐美地區 所以香港才會錄得輸入個案的上升 其字她就說道 就是因為一名機組人員的違規 為了自己一時之快 令到四百多個市民 在新年期間 都會去隔住的中心 而且令到數以千計的市民 動樓要被迫封住 晚上還要機寒膠逼底下下街做測試 現在已經付出了很大的社會成本 批評那位機組人員 的行為簡直是不負責任 不過不要緊 林鄭就說到 她前幾天 已經召見了國泰主席 賀爾黎和這個行政總裁鄧建榮 還兜口兜面地憤斥了他們 林鄭還強調到 雖則對方是高層 可能未必知道 旗下每位員工的專業操守 但這樣 不能作為各大高層的免責聲明 正所謂 人無恥變無敵 林鄭對國泰這番話 其實是可以 應用在自己身上 哪怕是你下面那班官員或局長 有多無能 你作為香港的最終決策者 香港現在搞到這樣 你責無旁貸 絕對不可以說 未必知道每位官員 他們決策時所考慮的情況 作為開脫你特首的免責聲明 而往後林鄭的說話 反映著她好像還未懂得驚 她就說到 雖然現在有102宗輸入個案 但還未有源頭未明 所以大家不妨等多一會 很快就可以跟內地恢復正常的來往 就在林鄭這番祝福的加持下 昨晚就發生了 近三個多月來 第一宗本地源頭不明 而這個中招男士是一名42歲的測量師 和太太和女兒就住在屯門的翠玲花園 而在上班的地方就在北角 這段時間 都沒有出入過一些高險的地方 例如右一城或者望月樓 上星期日就已經開始燒和頭痛 而星期一做完Testing之後 昨晚就已經證實了是初步事件 而由於他有事前頭都沒有去過一些高險的地方 衛防中心昨晚也說到 這名男士很大機會就中了這個O型金剛 哪怕是不是O型都好 社區很可能已經存在一個隱形鏈 而因應最近的情況 很多自律的市民已經去了打 又或者預約這個第三苗 就好像這個觀塘的曉江街運動場 每天就有大概1000人去打這個第三苗 雖然現時 各區仍然有能力消化市民打苗的需要 但相信未來的日子 市民打苗的需求將會越來越大 所以如果我們政府再慢半拍的話 不快點在這段時間 增加多些駐苗站 很快相信就會供不應求 對於今次收緊出入場所的安排 再一次證明現界的政府 只會頭痛醫頭 完全沒有先見之明 對 叫多些人打苗確實是好 但問題是除了之前那班機組人員免檢之外 我們現在其實是面對隱形鏈 這個更嚴重的問題 當日在這個望月樓 一共有207個食客在場 直到這一刻 只能找回201人 還有兩張桌 一共6名食客 到這一刻依然是音信全無 導致這個情況發生 歸根究底就是反映到 單靠這個安心出行 去提醒 那些有機會中招的人士 根本就做不到 去對付這個病的需要 這班找不到的食客 也有機會反映到 有部份的市民 其實是完全不會自律 無論政府 對外發出了多少個公告都好 某些食客 就怎麼都不會走出來的了 如果香港 真的有機會要接受這個第五波的話 現在真的有需要 提升這個安心App 加入這個追蹤功能 否則就為時以晚 最後我在這裡奉勸大家 與其指望我們政府的話 倒不如自求多福 大家快點去打苗吧 接下來就要講講這個前支聯會的副主席 周恆彤 昨天他在法庭 被裁定 煽惑他人出來搞事的罪 罪成 在庭上 周恆彤親自求情 因為本身周恆彤自己 都是一個執業的大律師 但他這個求情 就不是普通的求情 是懲罰的情 因為他說的話當中 是一點悔意都沒有 而且還透露自己 還會堅持 不會放棄他搞事的初心 他當時在庭上 讀出六四搞事者家屬的說話 還提及 在這個事件上 有人故意被坦克車壓住 而最近一系列的和媒倒下 再加上六四這件事 周恆彤就說 現在討論六四的空間 已經嚴重萎縮 其實他所謂的討論六四空間 就是繼續 來挖擴這件事實的空間 當然 你們支聯會的這班人 連連就拿六四出來說 連連這樣挖擴 連很多六四發生的時候 還沒出生的年輕人 都被他們挖擴得好像生同感受 而周恆彤更加說到 文治本身就有生命力 所以無論在庭上 法官判他多少輪子都好 他都會持續發聲 他所謂的發聲 就是繼續去歪曲事實 這件事 我相信也沒有人不明白 在他的求情說話裡面 他也說到 真正要求情 就是要黑土原諒 所以周恆彤整個求情的陳詞 並非是普通的求情 而是求人懲罰他 但是當他說完這段說話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現在的黃人開心 就會有很多黃人 說自己是旁聽師 去支持他們 在周恆彤的求情語句 剛剛完結的時候 在庭上 竟然有人拍起手掌上來 這連串的掌聲 當然會被裁判官 陳惠敏聽到 當下裁判官陳惠敏 立即下令警員 看到哪個拍手 就抄下他的身份證號和他的姓名 在庭上所見 都至少有三名所謂的旁聽師 就被警員抄下了個人資料 為什麼要抄下這三個人的個人資料 有很多朋友都會想得到 人家正在判案 公堂之上 豈容你放肆 你以為法庭演唱會 無緣無故製造這些操音 最起碼 都要罰一個藐視法庭 再說 現在周恆彤 是史不悔改 而他說完這些史不悔改的話 你還要在旁聽席上 用拍掌來支持他 你就更加 去縱容周恆彤的思想 其實很嚴重的 首先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嘗試去說明這個拍掌的意義 假設今天庭上的不是周恆彤 是大賊寬哥 當法庭判定寬哥有罪 因為老套了十幾間金行 而且還開了連紙巾傷害到人 到最後 寬哥說不認罪 還要說自己 老套金行也是想結婦濟貧 至於在他老套金行中 被他扔下的幾個警衛 就是阻礙著他結婦濟貧 當寬哥說完這段說話 庭上如果有人起身鼓掌 大叫好 大家覺得這些人 是否正在縱容寬哥老套金行的行為 若然表達成這樣 拍掌的三個人 就不是旁聽者那麼簡單 簡直是他們的粉絲 永等 和支持者 其實好像周恆彤這些人 如果當初他從小到大 不是身邊有那麼多人跟他說 說到這些事情就是不對 然後歪曲事實 他怎麼會信得那麼深 在他成長路程中 每一個有份歪曲事實的人 或者認同周恆彤這些行為的人 其實就是導致了他今天被判案的幫兇 所以當這幾個人起身拍掌來鼓勵周恆彤的時候 裁判官陳惠敏 才會這麼生氣 叫警員要抄下他們的個人資料 有可能 陳惠敏當時心想 你這個周恆彤 什麼事都是你搞出來的 一判完案我不管你 香港這麼亂都是因為你這幫人 真的法官都沒有眼睛 順帶一提這個周恆彤 從他自己的感情生活 就可以看得出 這個人做事都挺沒有道德底線 因為據聞周恆彤的另一半 就是所謂的維權律師 而這個所謂的維權律師 本來他就是有原配 但是到最後 這個周恆彤都可以成功做到這個所謂維權律師的第三者 這不是憑他的樣貌 什麼都可以這麼說 為什麼這麼矛盾呢 首先大家看了這張照片 看了這麼久 相信都有多少反胃 今天我大眼就嘗試用心理學的角度 來分析給大家知道 那個所謂的維權律師男朋友 他就有可能小時候的童年 影響了他的心理發展 就例如說 我們經常都叫小蚊 不要看那麼多 日本仔的卡通片 尤其是什麼超人打怪獸 因為當一個小蚊很著迷這些卡通片的時候 自然 就會想追求這套卡通片有關的玩具 而這個所謂的維權律師 又在內地那裡長大的 在他的童年和少年期間 當時的內地就沒有那麼多物資 因為在經濟上面 那時候都是被一些發達國家而落後的 所以他的童年就得不到 看完卡通片 想扮那個卡通人物的那種成功感 可能他就幻想自己是超人 所以他長大之後 就發分圖強 真的當上了律師 但是有超人 都不能完成過劇情 因為整套超人的卡通片 有超人一定要有怪獸 但是無奈地 人總需要正常生活 尤其是在我們傳統中國的觀念之下 當然要成家立失 所以在未遇到周恆彤之前 這個所謂的維權律師就有了他的證實 但是緣分 就是很作弄人 當他結婚 以為自己的生活 就一直按照那個模式走下去的時候 周恆彤的出現 就燃點了他 宜時看超人的那個熱情 那個所謂的維權律師 在這個moment 他就要爆了 因為超人終於找到他心目中的那隻怪獸 找到他的過世拉 結果在情慾分心以及兒時夢想 雙重夾擊之下 所以他就選擇了周恆彤 And this is 心理學 接下來我們就要說一下 未來在我們香港 可能會出現一個叫做的士坊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的士坊 原因就是 承接的士保險的龍頭保險行業 泰家保險 早前就拒絕再承接的士的保單 即是說他不會再為一些的士 去簽訂一些新的保單 而近日也都去信業界 就指明會在七天之後 就會開始退保 這裡有個什麼影響 大家都知道 在我們香港出現的路面的車輛 全部都要帶有保險 的士作為公共的交通工具 也不例外 這間泰家保險 將的士的保單退保之後 變相就是受影響的車輛 就已經沒有了保險 就固然之不可以在我們香港的路面上 來合法地行駛 而受到這樣的原因影響之下 的士車行車主協會 他們永遠會長鄭克和也出來說話 就說到這個泰家保險 這樣做 會很影響的士師傅的生計 又會影響到車主的收入 就批評到這個泰家 並沒有為他們去度身訂做一些替代的方案 而政府 在這件事情上面 也沒有監管和協調 跟著他還說了一句說話 就說接下來三分之一的的士 都不會有保險 就唯有交回的士牌 給政府 因為營運不了 可以怎樣走下去 其實這個泰家保險 中止的士保險之前 已經很多年 的士保費 連續有加升 的士業界 也是叫苦連天 為什麼這些的士的保費 會連連都升 原因 就有保險業人士指出 這個的士保險的業務 其實在過去的16年當中 有11年 都是虧損的 而這個泰家保險 在的士保險的佔份額 更加全香港達到六成 即超過一半的的士 都是找這個泰家 去做的士保險 背後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泰家保險 因為做了的士保險 就蝕到他們眼淡淡 為什麼的士保險 會蝕到那麼眼淡淡 其實原因 也跟很多的士發生意外有關 我們根據一個在我們香港 每一千架車輛 有排照的車輛 他們的意外率去看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 在我們香港裡面 意外率最高的 就是專型的公共巴士 包括九巴城巴 深巴 以及大嶼山巴士 其次 就到這個的士行業 因為每一千架出了交通意外的車輛 有213架就是的士 都可以說佔到我們香港的出事率 是五分之一 那麼出得士多 自然 成保的保險公司就要賠得多 但是可能有人說 最嚴重的都不是的士意外 照大眼你這麼說 意外率的數字 最高是公營巴士 但是公營巴士有一個優勢 縱使意外率高也好 因為公營巴士是幾間大的公司 他們有能力 來向這個保險業界溝通 或者是爭辯的 但是的士車行 我想最大都不會比巴士公司 還有的士牌 很多還是私人擁有 所以只能夠靠他們合在一起 就由某些的士團體 例如協會 那類的團體來發聲 無論到最後怎樣也好 目前就說沒得談 但是我們市民當然希望 的士業和保險業之間的溝通 是不要影響到我們市民的出行 而且這裡 也給香港政府 有一個很好的委入 我自己覺得 因為據這個的士車行 車主協會的永遠會長 鄭克和說 他就說到 有些車主可能做不住 就會把牌子交給政府 其實政府不妨可以在這裡研究一下 可不可以參照 一些成功地區的的士經營模式 譬如說我們內地 據我自己親身的了解 我曾經在杭州 搭過的士 並且還不幸運地 發生了交通意外 不過幸好人沒事 只是一些小碰撞 但是我在公路上 坐在的士裡面 我等待過程 我發現 當地對發生這些交通意外的 處理手法 就很乾淨利落 因為當大家發生意外之後 就立即打電話 就通知自己的保險公司 在任何人受傷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是自行解決的 這點跟我們香港也是一樣的 但是保險公司的車輛 就很快到現場 去到搜證 拍照 了解事情 了解完之後 其實他們都不需要動用警力 發生意外的涉事車輛 他們的保險公司就會自行解決這些事情 但是又不見有 內地的保險業就說到 不成保的士 其實我覺得 跟的士的發牌制度也是有莫大的關係 因為我們香港 就允許私人擁有的士牌 而內地的經營模式 一般都是會由一些大公司 來到向政府 就來承辦約綱數量的的士經營權 雖然我們香港都有 但是規模 和可以提供給的士司機的配套 似乎就不夠那麼多 這裡就會形成一個問題 我們經常都聽的士師傅說 有什麼事情的時候 車主又可能會加租 所以就會經常導致的士的經營成本 都是比較高的 的士經營成本高了 就要找多些生意 才可以彌補那個差距 長此下去 其實都是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大家平時在馬路上看到的士師傅 有些都很薄 很趕時間 甚至乎 為了做多一兩單生意 就不惜違反交通規則 這類師傅在行內 亦都被人叫做害群之馬 甚至乎有些師傅 為了找多些生意 擺到整個車頭都是手機 因為不這樣做 就不可以突圍而出 去接多些單 其實他們都是為了新計著想 如果我們香港可以有個很好的的士制度 幫助到這班司機 可以輕鬆一點去謀生 而又影響不到現時車主的權益 那就是大家都贏了 所以剛才那位會長說到 有很多的士的車主就會交牌給政府 這件事不是政府搞出來的 是保險公司和車主 雙方之間談不完 政府不妨可以從中 透過這個事件收回的士牌之餘 可以好好地想想 怎樣可以規劃好我們的的士行業 因為我們現在的的士行業的規矩 很多都是殖民地時代留下的 資本主義的社會 就以資本行先 雖然我們香港也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 但是要跟隨到國策去走到共同富裕的層面來看 的士作為公共事業 就不可以不顧下整體的利益 但是暫時之間要收回車主的的士牌 可能有些車主也不會肯 但是政府不妨可以在這裡 先收一部分 作為重整的士行業的開端 因為根據內地的士經營模式 的士司機向的士營運公司租車 那個租車費 就不會貴得離譜 現時我們香港的租車費 日間加夜間 加起來都差不多700幾800元 其實一個月下來 車主在收的士車租方面 收入就可能已經超過兩萬元 擁有一個的士牌 就好比擁有一層樓 而且層樓 都說要去裝修維修 但擁有一個的士牌 你只需要花30多萬買的士回來 你就可以經營 回本的速度 就比買層樓收租 所以的士牌才這麼貴 而且同時間這個年代 的士師傅除了要面對 營運成本的壓力之外 還要面對一些網約車的挑戰 說的就不是網約的士 是網約的白牌車 所以希望政府在這裡 可以幫助到這些的士行業 去優化他們的營運 如果大家覺得 包攬了香港市場超過六成的的士保單 都仍然覺得生意難做的話 政府可以考慮 找一些實力再大一點 資金再充裕一點的公司 例如一些中資的保險公司 看看他們肯不肯承接這些保險 其實整個的士保險的市場那麼大 如果由單一的保險公司來到 去包攬所有生意的話 也未必可以使得市場那麼平衡 不論怎樣也好 接下來就來過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大家都很想有的士搭 尤其去拜年拿著禮品 我們香港市民都希望 這個的士行業可以盡快 和保險行業 燒除分歧 等到大家 下個月就可以順利去拜年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就到這裡 臨結束之前請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 拜拜